休斯顿基督高中华语老师马恩茨正仔细地帮学生穿上中华传统服饰 准备等会在该校国际日上登台表演 这场由华裔青年与美籍学生合演的戏码 是学生穿戴中华古典服饰进行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愿人得住你的命为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学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灭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灭老人的债 独教我们遇见事态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我祝全命荣耀全是圣体的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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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文化这千遍万化的两个字 套在不同人的身上 就会出现不同的气息 可以是神秘莫测 也可以是热情洋溢或柔情万千 它代表着每一个国家的特殊风情 而这一所美国高中的中文老师带着学生 正在努力地破除文化翻离 希望在年轻的心灵中播种文化和平的神圣讯息 今天休斯顿基督高中 是2020年的国庆日 中文一是唱神爱世人和耶稣爱我 中文二五诗 中文三和四负责祖导文 还有更精彩的是中文四方格雷和即将毕业的张和静 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是非常具有代表作的歌曲 这次表演的所有中华古装戏服及大古 都是由休斯顿巧教中心提供 陈宜芳主任当天也特别出席该校国际日 为表演的学生加油打气 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教育组杨淑雅组长 张家华副组长也应邀出席统庆 并参观了该校领导统域的教学系统 初步了解创校过程 今天很高兴来到休斯顿基督教高中 参加他们的国际日活动 国际日活动是一般美国学校非常惯常 让学生了解国际社会全球化的这个活动 各国的家长都会代表做出他们的食物 还把各国有趣的一些文物 一些各种海报做出展示 非常的热闹 在这个学校比较特殊 他是第一个高中 经由前美国总统布希家族的一个支持 成立这个领导力的中心 在这里学生撇开了世俗争议和平相处 大家正在磨合未来新时代间的国际相处之道 因此许多节目的安排上 都以文化融合的形态出现 让学生提早感受他国文化优美之处 在心中留下良好印象 这也是该校师生在文化上正在不断努力的方向 登天美籍女学生扛下武师的兼具演出任务 并走下台与宾客互动 最后也获得校方代表为送红包加奖鼓励 国际相处 国际日最后的各国美食品尝大会 是该校独特的一项安排 由各国学生家长及老师协助准备食物 让全校师生在当天能尽情享用 台上也由学生准备了各类愚性节目 伴随大家一起感受风情万种的国际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